对不起,小梅姐,我比你年岁还小,我,我怕是没办法,真的对不起。 不,你一定有办法。 小月,我求你了,就看在你爹重伤的时候,我跟我娘拿了所有能拿的手势给你们,允了杯肉给你们,你救救我娘吧。 小梅姐,我都说过了,你娘的事情我帮不了。 再说了,救了你娘,对我们二房有什么好处,只能给我们二房添累赘,如果今天我跟爷妥协了,以后爷会随时拿你娘,或者你来威胁我们二房,到时候,我们就会被爷牵着鼻子走,为了二房的长久考虑,不能开这个先例,否则就会没完没了。 小月,你,你太狠了,我真是看走了一眼,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当时逆刻,你还是原来那个吃傻的小月,至少原来的小月,不会这样自私。 小月,你就真的愿意看到,你大伯母被禁猪笼,还落个坏名声。 二房已经分出来了,即便大伯母名声坏了,那坏名声是属于老安家的,跟我们二房无关。 再说了,只要我的药丸子做得好,我们二房照样过好日子。 小月,即使你不在乎你大伯母,那你也该帮帮爷吧,你是爷的亲孙女,爷求你帮忙跟大老爷说句话,把你奶奶给救出来,她今天必须回家呀。 要我救奶出来,去镇子上一来一回的,耽搁我大半天的时间,而且奶平日里对我又不好,我干嘛要放下药丸子不做,去镇子上救她。 为了这种区区小事,就用了我在大老爷那里的人情面子,万一以后探上事儿了,再要去求大老爷帮忙,人家大老爷该厌放我了,觉得我事儿多,这可不是划算的买卖。 小月,爷求你还不成吗? 我现在做生意,生意人都是无力不及早的,你要我救奶,总不能上嘴皮碰下嘴皮地说几句话就了事了吧。 直说吧,要我做这事儿,能给我什么好处,不要说什么放过大伯母的话,我不感兴趣。 那你想要什么? 说实话,我生意做得不错,我想要的都能自己赚到,一时间还真的想不到啊。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哦对了,我是比较缺人手,今天原计划是六个人帮忙倒药,结果老安家闹出这些烦心事儿。 我就少了两个帮手,说起来大伯母和小梅姐干活手脚利索,确实是好的帮工。 那我让他们给你干活,不要工钱,随脚随到。 鬼才相信呢,等奶回来又是各种使绊子。 到时候,大伯母和小梅姐的工作量我计划好了,他们又不来,影响了我的制药。 交货的日子药丸子没做好,我还要赔钱呢。 那你要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那就怎么办,只要你把泥奶给救出来,这总可以了吧。 我确实是喜欢大伯母和小梅姐做的活儿,干净利索,有质量,有数量。 要不,爷,这样吧,让大房也分家出来。 我跟他们母女俩签长约,反正我打算最近开个小作坊,专门做药,需要每天有人过来。 你签他们母女俩的长约,也不一定要他们分家啊。 你大伯在高地主家当长工,没有分家,不也照样做得好好的吗? 高地主的长工是给他们自家做事情,就算有人掉链子,也没人追究他什么。 但我不一样,我和药铺子有协议,必须按时交货。 爷,我就把话给说白了吧,我信不过老安家,怕你们随时给我使绊子,一会儿让他们母女俩劈柴做饭之后才能过来。 一会儿在我们赶工的时候,让他们去河边洗衣服,毕竟你们是长辈,我们也不能忤逆了,那样不孝顺嘛。 所以啊,唯一让我放心用他们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分家出来,以他们的性情。 我相信,他们能把活干得漂漂亮亮,绝不会给我扯后腿。 爷,我是真的看上他们母女俩干的活,那天你也看见了,连四叔那样的大男人都比不过大伯母和小梅姐。 怎么样,把大房分出来,让我放心地雇佣他们,只要您答应了,我立马就去镇子上,赶在天黑前把奶给接回来。 就说昨晚已经放人了,奶在大姑家借宿。 爷,大房一家子分出来,我可以给他们安排活作,他们可以养活自己。 所以,分家的时候,大房可以不要家里一个童子,也不要房子,不要田地,只带着他们自己的衣衫鞋袜这些个人用品出来就行。 你能够做大房的主啊? 袁生,去高地主那边跑一趟,把大伯给请来。 袁生来找我,这,这是啥事啊? 大伯,我跟爷谈过了,如果你愿意什么都不要,净身出户,可以分家分出来,你愿意吗?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什么都不要的意思,你明白吗? 不给你分银子,不给你分田地,不给你分房子,你什么都没有,你当真,愿意吗? 我愿意,那就成了。 请李正来,做个见证,资据签好了,我立马去镇子上救奶回来。 李正当中接人,大房分家的事情很快就办妥了。 小月,你当真有把握吗?万一救不出来人,回家没法子跟你爷交代呀。 爹放心就是,我有把握。 小月姑娘,你来了,是有人要欺负你,你是要找我们大老爷吗? 找大老爷是真,不过,倒是没有人敢来欺负我。 劳烦小哥代为通报,这个小哥拿着喝茶,一点心意而已。 小月姑娘客气了,银子你收着,这我不能要,我这就去给你通报。 小月姑娘啊,这特意来我这府衙,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本官效力吗?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不用客气。 多谢大老爷,今天过来,是想求大老爷放了我奶,也就是白沙村老安家的马氏。 本官可是听说,昨日那马氏故意去你家找你麻烦,你不求本官重罚他,反倒替他求情。 本官没有听错吧,如果是有人胁迫你,你只管说出来,本官定然替你做主。 大老爷,没有人胁迫我,我安小月也不是那么好威胁的,只是我现在做生意,做一些药材去卖,不想家里有人在大老里。 会影响了口碑,而且,马氏虽然不是我的亲奶,但我也着急啊,我爷和我们也许了一些承诺,对我而言很是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老爷能帮我这个忙。 原来是这样,放了马氏倒不是什么难事儿,只是小月姑娘,你确定要放人吗? 是,我确定,还请大老爷成选。 小月自然感激不尽,小月没有别的本事,倒是有一身的艺术傍身,我倒不是咒你,只是想说,如果今后遇到什么疑难杂症,尽管来找我。 相信我,我的艺术绝对不输给镇子上的名医,甚至不输给经理的名医。 其实,有个事儿吧,我还真想求小月姑娘帮帮忙呢。 大老爷弹奖无妨。 我家小儿子已经三岁了,却还不开口说话,别说镇子上的名医了,经理都跑了无数次了,大夫都说我儿子不是哑巴,但偏偏就是不发声音呢。 大老爷,我能看看你儿子吗? 王一娘带着她回娘家去了,说是娘家那边有土办法,说不定有效,过两天才能回来。 说过小月姑娘能治,等我儿子回来,我带着我儿子去白沙村找你。 大老爷日理万机也是忙碌,我可以说个法子,您不妨先安置法子先试试。 如果不行了,我五天后给积安药铺的陈老板交货的时候,跟他的马车一起来镇子上,到时候去看看令公子。 哎,好,好。 大老爷连连点头,还招来了师爷,让他祭祀谢了。 不要到了饭点就把饭菜送到他跟前,不要算着时辰给他喝水,如果摔倒了,只要不严重,就不要去扶他起来。 他无聊的时候,不要给他喜欢的玩具或者零嘴。 为什么呀?那是本官的妖儿,一家子都宠他上天了。 大老爷,我相信那么多大夫都说您儿子不是哑巴,那他肯定不是生理上的疾病,而是心理上的问题。 你想想看,他想要什么都不用自己开口就得到了,又何必收累说话呢? 因为他不需要说话呀,你们不要太宠着他了,在保证他安全的前提下,让他委屈一下,他也许就可以把自己的诉求说出来了。 我仔细琢磨着,也是这么个道理,什么都给他安排好了,他不需要开口说话了。 我大致明白小月姑娘的意思了。 大老爷,您家别的公子和千金,是不是年龄比您的幼子大很多,玩不到一起啊? 是啊,我两个儿子都娶亲了,还有一个女儿,今年也十三了,家里就属他最年幼,所以呀,一家人都宠着。 这个,有关系吗? 给他找几个年龄差不多的玩伴吧,他和小孩子在一起,看见别的小朋友说话了,也会跟着说,如果是实在找不到,养个小动物也行。 好,我都照做,那我家妖儿回来后,先这么坐着,等小月姑娘来镇子上的时候,一定来瞧瞧啊。 大老爷放心,我一定来,不过,我奶奶事儿。 那马氏故意针对你,要不要多关他几天,杀杀他的锐气,当然,我这是帮你,也是为了你好,你如果想今天就带走他,本官可以立即放人。 多谢大老爷关心,小月还是希望今天能放人。 好,去安排一下,立即释放人犯马氏。 多谢大老爷。 哼,美然好心的东西,你们已经把老娘还成这样了,你们还想做什么,信不信我跟你们拼命。 大胆雕夫,是小月姑娘跟大老爷求情,才放了你出来,你竟然恩将仇报,还想责打恩人。 看来,我应该回禀大老爷,继续再多关你一阵子才是。 是啊,就这种人,放出去也是危害一方。 师爷,抱歉了,我奶脾气不大好,请您见谅,这事就不要惊动大老爷了吧,把我奶带回家去,是我跟我爷承诺,我必须要做到,还请师爷成全。 小月姑娘,您就是太好心了,这种人你也帮着。 毕竟是一家人,打断了骨头连着筋,这有什么办法,还望几位帮帮忙,让我把人给带走吧。 我们没有为难小月姑娘的意思,既然小月姑娘如此善良,愿意以德抱怨,我等自然无话可说。 随即,师爷让两个差役把已经五花大绑的马仕丢在了安利本的牛车上。 这雕夫,下手没轻没重的,建议小月姑娘等回家了再给她解开绳索,免得她路上闹腾,伤了小月姑娘和令尊。 多谢师爷,小月告辞。 唉,小月,你长本事了呀,爹真是没想到,大老爷竟然能给你面子。 对了,你给大老爷说的那个法子,有用吗? 只要大老爷照做,应该是有用的,而且,过几天我也会来镇子找,到时候,我亲自看看那样儿就是了。 牛车出了茬子口,马氏才敢说话,一位衙门的人跟着牛车一直在护送着。 哎呀,小月呀,乃知道是你救了乃,乃不会再打你了,你给乃把绳子解开吧,乃这样很难受。 好吧。 乃,你不招惹我,我自然也希望您舒服一些,捆着绳子肯定难受。 不过,您若是再对我打骂,我挨小月也有本事再把你绑起来,甚至再把你送回衙门大牢里。 是,是。 乃,我救你出来是有条件的,现在大房已经分家出来了,而且是近身出户,不要老安家一分钱,也不要房子和土地。 什么?大房分出去了?那以后家里的活谁来干呢?这不成。 爹,停车,掉头回镇子上去,把乃送回牢里。坐牢的人,也就不用担心家里干活的问题了。 别,别呀! 小月,这你们二方分出去了,又是治兵又是卖药,你们小日子过得红火不就行了吗?干嘛非要跟老安家过不去呀? 没有了你爹打猎换来的银子,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如果再没有了你大伯当长工的银钱,怕是老安家要饿死了。 再说了,三房和四房都是懒货,干活也就指望着大房了。 小月呀,你就行行好吧,别跟老安家过不去了。 乃,我不是征求你的意见,而是通知你而已,爷已经答应了,字句也签了,理正就正。 现在大房分家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且,大房什么都不要你们的,你就制足吧。 我,我…… 如果您回家后,要因着这事情闹腾,那我们马上回衙门去,如果您接受这个事实,答应以后不找大房的麻烦,当然,也别找我们二房的麻烦,咱们就好好地回家,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到底要怎么样,您自己掂量吧。 好吧,就让大房分出去,咱回家吧。 爹,回家了。 好嘞。 路上,麻氏似乎又动了心思,对乃小月说道。 小月呀,你这么有本事,能把奶从老里救出来,要不你行行好,把你小姑也救出来,她也是倒霉,加给了薛明洗那个倒霉蛋,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就被连累的当了官奴,现在人在哪儿都不知道,奶也是日日都在担心你小姑。 唉小月心说,这马氏还真是得寸进尺。 小月呀,你刚才说什么,治大老爷家儿子的病,如果治好了,你不要诊废,跟他讨个恩典,让大老爷帮着想想办法。 如果你小姑能救回来,奶给你两个鸡蛋,三个,五个。 奶,我家现在一院子的老母鸡,不学鸡蛋吃了。 你如果救了你小姑出来,等你原封哥考上了大官了,到时候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就算你们分家了,也少不了你那份。 奶,原封哥那份荣耀还是你来享受吧,我安小月不稀罕。 安小月,你别不识抬举,等你原封哥当了大官,放了你小姑,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到时候,帮我和你小姑当搞命,帮原行原妄当个小官,你们二方就是只能看着眼红了。 奶,先不说原封哥当不当的上官,即便是当上了官,也就只是个官而已。 您还以为他是皇上啊,想封谁就封谁的,简直是笑话。 反正小姑的事情,我是真的无能为力。 您如果那么看好原封哥,就等着他以后把小姑解救出来吧。 奶,您到底是想回家,还是想回大牢? 我当然想回家了。 那就给我闭嘴。 二姐,娘说今天值得庆祝,咱们吃饺子,猪肉白菜馅的。 二姐,您也一起来吧。 小月,多亏了你,如果不是你帮忙跟你爷谈,我们大房啊,还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解脱出来呢。 娘,包饺子,别说了,我们也要给他们二房当长工呢,帮工的时候,还是踏踏实实干活吧。 人家也就看上我们干活玛丽了。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这孩子是今天吓到了,可能有些磨症了。 没事,大伯母,咱们一起包饺子。 不管怎么说,能分家出来当过,今天咱们就该好好庆祝。 安小月笑着,但心里却隐隐地担心。 总算是有这么一天了,咱们的孩子也能吃上肉馅饺子了。 是啊,咱们两家总算是熬出头了呀。 等我这个月宫庆结算了,有三百个铜板,我就去把赵三财,他家的偏房给租下来,也就不用挤着你们了。 到时候,你嫂子还能够绣点花,我们的日子也能够过得下去。 大哥,这花见歪了,原生的屋子腾出来了,你们就安心住下,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好兄弟。 小梅姐,你都没吃几个,这碗饺子给你。 我不饿。 安小月知道,安小梅还在因为今天她说的那些话生气,连忙把饺子碗放在井檐上,也追了出去。 小梅姐,我陪你走走吧。 不必了,你还是回去吃饺子吧。 小梅姐,你误会我了,今天我说的那些难听的话,都是特意说给爷听的,只有那样说,爷才能放你们分家啊。 知道了。 小梅姐,请你相信我,好吗? 嗯,信了,可以了吗? 小梅姐,如果你觉得我让你们分家出来,只是想让你们替我干活,给我家当长工,我现在就告诉你,要不要来我这里帮工,是你和你们一家人的自由。 我绝不会勉强你们分好,在我们二房最困难的时候,你和大伯母拿了首饰和棉被给我们,这份情意,我不会忘记。 既然,你有救出奶出来的本事,你一大早就可以跟爷谈条件,合乎等到下午,让我娘受了那么久的罪,让我一直担惊受怕。 你不过,是想让我们一家子,心甘情愿给你当长工罢了。 安小月拉着安小梅坐在了溪水边,把她的道理都心平气和地说出来。 小梅姐,当时就是你太心急了,所以不管我怎么说,你都听不进去。 但是,我是为了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你们大房的麻烦,借着这个机会,把你家分出来,才只能用了最狠心,却是最有用的法子。 我知道,很多话都伤了你的心,但是,那些话都是故意说给爷听的。 而且,当时你很不理智,我只能表现得跟你敌对,不能露出马脚。 小梅姐,该说的话,我都说了,你是聪明人,你会理解我。 我相信你能理解我。 咱们回家吧,否则弟娘担心了。 小月,我就说嘛,小梅姐不会生气的。 你看看,她把我洗碗的活都给抢了。 这几天呢,我去搭伯母那里学刺绣,她也跟我有说有笑的,你就安心吧。 嗯,姐,明天又是交货的日子。 我会跟着陈老板的马车去一趟镇子,这几日你们每天晚上刺绣,有没有什么可以顺便拿去卖的? 有,我和小梅姐当时绣得不成样子,只能自己用了。 但是大伯母绣的两方帕子可好看了,那绣出来的梅花就跟真的一样。 这时候,刘氏和凡氏过来。 大伯母,听我姐说您绣了帕子,特别好看。 明天我去镇子上,给您看看能不能卖的换银子,您看成吗? 成啊,当然成啊。 大伯母,这帕子值多少银钱,我怕卖亏了。 我这是用粗绵布绣的,不值钱,两方帕子应该能卖三百个铜子吧,如果是用丝绸和上好的丝线,卖个二三两都成。 那我明天先去试着卖一下,再给大伯母买些好的材料,否则用粗绵布绣花,白下了大伯母的好手艺,希望明天能卖个好价钱。 娘,那么好看的手帕就真的卖了吗? 如果能卖了,咱们就去租赵三才家的偏房,也不能总是打扰你二叔一家子呀,等咱们攒够了钱呢,也自己盖房子住。 好,以后您把刺绣的手艺交给我,咱们靠自己也能过上好日子。 白晓月打算,明天多买一些质量好的丝绸和针线回来,算作是支持大伯吧。 娘,咱们真的可以赚三百个铜板吗? 那可是,爹做一个月长工的银钱呢? 嗯,娘以前啊,就是做绣娘的,绣出来的东西应该会有人要。 其实啊,虽然是粗绵布绣的,但如果能遇到实货的人啊,说不定两条卖个五百文钱都有可能。 娘,二房分家的时候,万家里又是要银子又是要棚子的,还要了老母鸡和鸡蛋。 但咱们分出来,为什么啥都不要啊? 我总是觉得吃亏了。 唉,能分家出来已经是最好不过的了。 小梅,人又知足啊。 这次是小月帮了咱们大忙。 以后这样的话呀,可不许当着他们二房说,别含了人家的心呢。 娘,不说了,我困了。 小月姑娘啊,你的药材特别好卖,连经理的大人物都慕名来买呀。 上次你的药材啊,我拉回阵子,还没有卸车呢,就被全买走了。 现在那种治疗伤风发热的药丸子,依然缺货。 我这次来呀,顺便就按照你原先的方子,又把药材给你带来了。 回头啊,你再给我做二百瓶子,还是给你一瓶子一两银子,到时候咱们饮货两气。 成啊,没问题。 唉小梅在旁边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凭啥唉小月随随便便做个药丸子,一瓶子赚一两银子。 而且,唉小梅也是心里不舒服。 为啥他娘辛辛苦苦绣花做出来的帕子,两条才卖几百文钱。 而安小月一瓶子药,就能卖一两银子呢。 呵呵,这分家出来呀,能自己做点买卖,确实是一桩好事啊。 这村子里啊,都议论你们又是买房又是买地的。 看来这做药丸子,确实是有银钱赚呢。 小月姑娘的药丸子,那可是好东西。 一般人想买,那还买不着呢。 当然,太穷的人家也吃不起,不过,这东西确实是方便有效啊。 陈老板,今天验了货,一定在家吃顿饭。 您看您来了,又是送东西,又是送药材的。 我现在应急的银钱,都靠在你那里赚来的。 如果不是上次赚了二百两,我娘顿顿吃饭都把肉让给我们, 自己个儿舍不得吃呢。 小月姑娘客气了,我们这是合作双赢,我就希望咱们这个合作呀, 不要仅限于三个月,能够长长久久更好啊。 小月姑娘啊,我看你的制药室不大,一次供货也不是特别多。 我建议你啊,把后院搭几间房子出来,做成一个小作坊,雇佣几个熟手当长工,可以长期制药啊。 如果你的人手不够用,我可以调几个店里的伙计来给你帮忙,不收你工钱,只为了你能多给我供货。 我这都是简单活,几个熟络的乡亲帮衬着也就差不多了。 这村民哪有我店里的伙计动药材啊。 陈老板说的,他还是希望能安插一两个亲信来探探安小月的底气。 他是太好奇了,为什么他用同样的药材凝合成的药丸子跟安小月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真的感谢陈老板的美意了,有村民帮着,人手也就够了。 再说了,倒个药也不是啥难事。 陈老板,今天你回镇子上的时候,顺路烧上我吧,我去镇子上有些事情。 行啊,这有啥的。 陈大福在安小月这里一起吃了顿午饭。 小月姑娘啊,你这手艺可以开仓馆了呀。 陈老板,您还不好意思留下来用饭,我没有课你吧,乡下的菜不一定比城里的差,您再尝尝那个野菜,那才是养人呢,我小弟去山上挖的。 以前我只觉得野菜粗口,现在倒是觉得这东西不一般呢,啊? 安小梅在不远处,总觉得看安小月不顺眼,凭啥她做个菜都能被人家这样夸赞? 而她,却只能在厨房等烧火洗碗的丫头。 虽然这活是她主动去做的,她也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但终究是心里不舒服,只是安小梅尽可能地压制自己的情绪,不要暴露出来。 她只想盼着她娘的手帕能卖三五百个铜子儿,能让他们一家子脱离二房,真正地分家单顾。 大老爷,您这是要去哪儿呀?我是来看您家妖儿的。 哎哟,我的小月神医啊,我这是备下礼品,要去白沙村筹谢你呢。 小月姑娘,我妖儿开口说话了,已经叫我爹了。 就是昨晚,她想要吃果子,没人给她拿,她真的就开口要了。 如此啊,那就最好不过了。 既然小月姑娘来了,那就到我府上,让我好好请你吃顿饭。 如果大老爷能在我吃完饭把我送回白沙村,我倒是很乐意的,因为晚饭后天都黑了,我怕没有回村的牛车了。 这个自然啊,到时候我派马车送你,再让两个牙医保护你的安全。 哦,不,本官亲自送你,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小月姑娘,索性这会儿时间还早,能不能帮着小儿再复查一下啊? 那就给令公子把个平安麦吧。 哎哟,小月到了大老爷的家里,不仅给那不说话的小公子把了麦,确定了孩子平安无事,还给大老爷一家子都把了一遍平安麦。 而且,哎小月恰好把出了大老爷一个妾室,已经怀了一个多月的身孕。 更是让大老爷高兴,把哎小月当成了小福星一般。 哎小月趁机,谈了想在镇子上盘下铺子开医馆的事情。 小月姑娘,你如果开医馆的话,办那些手续都不用担心。 不过,我倒是建议你,如果手上有余钱,可以盘下一间铺子来。 比如,昔日薛家的药铺子,过一阵子会有府衙主持公开拍卖。 薛家卖假药? 是恶不赦。 但她的铺子,不管是地段还是内部的装饰,都是不错的。 大老爷,那薛家的铺子什么时候拍卖? 您估摸着我要准备多少银钱,才能够买下来那件铺面。 这都说不准啊。 时间上,只能估摸着要等一两个月。 毕竟是刑部查封的地方,要拍卖了,官府也有些流程,不会太快的。 但如果有了准信,我立马安排人去白沙村知会你一生。 至于银钱方面,因为是拍卖,所以价高者得,但也不会超出市面上的价格。 现在的铺子就薛家其中一间的话,应该在四五百两银子,毕竟他们要铺比较大。 他们在镇子上有三家,但小月姑娘不妨先买一家。 好,我对这个拍卖挺感兴趣,我会深重考虑,多谢大老爷告知。 不过,小月姑娘最近也可以在镇子上问问,我也可以帮你打听,也不是在一棵树上吊死。 如果有别的铺面合适,也可以尽早拿下,货比三家总是好的呀。 嗯,大老爷虽然极是,是这么个理。 大老爷,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 小月姑娘,但说无妨。 如果我在已经买下来的土地上多盖几间屋子,这个需要官府审批吗? 就是我之前买下了王家的房子,我想在后院再盖几间。 哦,这个没啥要求,你若是愿意盖,那就盖,只是最好盖完了来官府报备,有人会专门去你家查验的,以后若是卖房产呢,官府的记录上会多几间。 那我故人在家里开小作坊,这个要收税吗? 如果是小作坊,也就是自家请几个人来帮忙,倒是不上税也无妨。 我们官府对这些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如果在镇子上盘下铺子开店,就肯定要收税了。 不过,小月姑娘放心,即便是收税,我们也是按规矩来,不会乱收的。 哈哈,小月姑娘在本官的管辖范围内正当经营,本官自然会庇佑着你。 晚上,大老爷亲自把安小月送回了白沙村家里,还送了许多礼品,这简直是轰动了整个白沙村。 大伯母,我问了好几家绣装,最多只给二百文钱,所以我就做主给卖了。 二百文也好啊,辛苦小月你了。 大伯母,绣装的人都说您的手艺,如果把花样绣在上好的材料上,至少一两银子一条手帕。 我跟静兰绣装的女老板谈过了,她说,用这些材料绣帕子,只要质量不变,不换人绣,她就一两银子一条地收获,有多少要多少。 这布料和丝线,她说至少能绣五十条呢,我就做主买回来了。 哎呀,这料子可是上好的呢,这么些个,肯定花不少银钱了。 大伯母不必操心,您知道的,我卖药也赚了些,您对我一向不薄,这些就送给您。 大伯母,等您绣好了,我想让您跟我一起去镇子上的静兰绣装。 那女老板说了,如果手帕这次供货不错,会给个大货,能赚几十上百两银钱。 但我确实不懂行,您可以跟着去看看,如果可以的话,把那活接下来,也可以置办房产和田产了。 到时候有了房子,不仅可以靠大伯母刺绣赚银钱,大伯还可以种自家地,不用去当长工了,家里也能养鸡养羊的,日子总是会过好了。 娘,您的帕子指不定卖了多少银钱呢,那矮小月送那些料子针线的,其实都是花您赚来的钱,也就是您看不出来。 胡说,娘的手帕确实卖不起架下来,而小月送的那些,少说也只二十两银子呢,你可不要胡周啊,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费。 娘说过,以前绣的帕子买好几两银子呢,矮小月给你谈的,去买一两银子,她肯定是吃了回扣了,或者,那布料和针线都是绣装送的,就跟矮小月做药丸子一样,药材都是药铺送的,她不用自己买。 可不许这样说呀,小月这样帮衬着咱们,咱们不能忘恩负义。 再说了,那一条丝帕卖三五两银子的事情,那是在经理,经理和镇子上不能比呀,你不要误会了小月,千万,别让人家寒了心。 我还寒了心呢,反正,我就觉得挨小月没有挨什么好心,咱有了这二百文钱,就搬出去住吧,我不想住在他们家里。 爹,娘,姐姐弟弟,我决定了,这两天要在后院盖房子,我要开个制药的小作法。 雇佣一切成功,等咱们再攒一些银钱,去镇子上买药铺子,我们要自己开店。 买药铺子,自己开店,这可不容易啊。 所以,咱们一步步地来,先开个小作法,供应更多的货给宝生药铺,赚了银钱之后,再去盘下镇子上的铺子。 在镇子上有个落脚点,再买个二级门的院子,以后原生念私塾了,也能方便一些。 不过,那些都是后话了,当务至极是在后院盖房,把小作坊尽快办起来。